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第19期 今天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表单的复选框 咱们上一期讲解了表单的文本框 今天咱们讲解复选框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个是viewmodel 这个是和上期一样 第二行是指了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checkbox 咱们上一期这个地方叫做文本text 今天咱们讲解复选框checkbox 好 咱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例子 有的朋友说你这视频 你是不是说话有点太快了 其实我是想把每个视频的时间缩短 控制到5分钟左右 因为这个视频拖的时间太长 可能会对于您的理解不是特别好 效果不是特别好 好 咱们不说 马上开始 今天咱们的例子中有三个选择框 复选框 分别对应着三款游戏名 生化危机 模拟飞行 塞尔达穿说 这三个checkbox我都绑定了一个共通的变量 大家请看 就是checkitgames 这是什么呢 是一个标准的Java脚本的数组 为什么用数组 因为它是复选框 就是说用户可能选择多项 咱们如果用一个变量 没法存储多项 对不对 所以要用数组绑定 然后接下来我在这个地方打印一个自然段 显示出用户都选择了哪些个数组的内容 不是 是哪个游戏 好 咱们运行一下数组内容 其实就是说用户选择哪些游戏呢 咱们在这个地方把它打印出来 好 咱们现在运行一下今天的例子 看一下实际的显示效果 好 我现在运行一下 今天是第19课 咱们看 画面初期表示是什么都没有选择 然后这个checkbox也是空 好 当我选择塞尔达传说的时候 大家请看 一开始这个数组是没有任何的元素 现在自动态的绑定上 或者说动态的赋予塞尔达传说这个元素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数组由零个元素变成了一个元素 但我再选择生化危机 大家请看这个数组变成两个元素 换句话说 用户选择了哪些个值呢 咱们通过程序中是能够捕捉到 再选择模拟飞行 再去掉塞尔达传说 这就叫动态双向绑定 非常简单 然后咱们通过控制台再看一下实际的这个数组的内容 其实和绑定看到的这个内容是一样 稍等啊 check this game 大家请看 现在画面显示是模拟飞行塞尔达传说 咱们数组内容呢 也是模拟飞行塞尔达传说 一共有两个元素 下标为零呢 是模拟飞行 一呢 是塞尔达传说 非常的简单 这个呢 就是表单复选框的使用的例子 不知道您呢 听明白了没有 其实咱们这个view.js操作表单呢 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它有点类似于Angular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学学Angular 我想呢 今后有机会的话 我做完这个view.js呢 可能 也做做Angular2的视频 因为Angular2呢 它可能还可以 不光是这个编 编这个网页 也可以用于这个手机的开发 有兴趣的朋友呢 请期待 我呢 接下来可能会 做一个Angular2 包括呢 如何做手机开发呢 也会给大家讲解 那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的内容呢 就是这些 我呢 已经把这个 知识眼呢 给您讲完 不知道您呢 听明白没有 今天的代码呢 我放到了开安中文的服务器上 供您参照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